一周的第一天晚上 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为怕犹太人 门户都关着 耶稣来了 站在中间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 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 门徒见了主 便喜欢起来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就如父派遣了我 我也同样派遣你们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虚了一口气 说 你们领受圣神吧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得赦免 你们保留谁的罪 谁的罪就被保留 十二人中的一个 号称迪迪摸的多默 当耶稣来时 却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其他门徒向他说 我们看见了主 但多默对他们说 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孔 用我的指头 探入钉孔 用我的手 探入他的肋旁 我绝不信 八天以后 耶稣的门徒又在屋里 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 门户关着 耶稣来了 站在中间 说 愿你们平安 然后 对多默说 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 看看我的手吧 并伸过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做无信德的人 但要做个有信德的人 多默回答说 我主 我天主 耶稣对他说 因为你看见了我 才相信吗 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 才是有福的 耶稣在门徒前 还行了许多其他神迹 没有记在这部书上 这些所记录的 四位叫你们信耶稣 是墨西亚 天主子 并使你们信的人 赖他的名 获得生命 我许多默回答